需要的是相信,需要的是相信 神都已经做成了,包括赦免,医治,祝福,各样的福气都已经做成了,都已经给了过去 但是呢,他不是自动在我们身上生活中发生在 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我们听到这样的道 需要的是有传道人能够传这样的道 有牧师能够传这样的道 然后呢,需要的是弟兄姐妹,你能听,你的心思应该能更新 与这些道是一致的 需要你相信,需要你说,需要你活在里面 那么得胜也是这样 得胜也是这样 淑灵的全国武装也是这样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我们的相信 需要的是我们明白这些全副军装的真理 你穿戴的到底是怎样的军装? 阿们 这个军装穿在你身上,到底是什么做吗? 每一样军装它的配置到底是怎样的? 它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 阿们 所以你这有知道,你相信,必须把它用出来 才能怎样? 才能在你的思想,在你的身体,在你的生活,各个方面上 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得胜 相关于你 相关于你 如果你不知道,你也没听到过 你不相信,你也不明白 甚至你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神所赐给你的全副军装 这个书里的得胜上,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就了 没办法活出来的 所以你就看到,还是很多人活在软弱里 疾病里,以及各种负面的思想意念 忧虑、担心、惧怕和不安全感情 宝贵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苏联军院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你必须要知道你有什么 你能做什么 好,这里说 穿战神所赐的神父军装 好在我们的日子抵挡仇集 有一句话说,人的一生不是风平浪静呢 不是遥远滑乡啊,不是怎么样 总会有一些黄红包,是不是 所以总会灭掉一些缓禁啊 一些磨难啊 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是不是 众弟兄也经历这样的苦难 但是弟兄姐妹 磨难在这里,你看到没有 它是个日子 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集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生 不是每一天都是磨难的 是怎样 日子 日子就是说很胆战的 不是年月 年岁磨难的年月 磨难的年岁 不是 是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集 所以这样如何抵挡仇集呢 弟兄姐妹 就是要参戴神所赐的全国军装 然后只有这样我们才抵挡仇集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占一个地 看到没有 这场仗能不能张显出耶稣的得善 能不能收取到战利品 能不能把属灵的领域当中 耶稣为我们成就的 属灵的位置当中 我们所拥有的 把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 与什么有关系 与全国军装的关系 在这场书里的征战当中 能不能得胜 彰显出耶稣的得胜 与全国军装的关系 成就的一切 怎么样 还能占一个主 不能成就的一切 自己打趴下了 趴在地上 下的一切 自身败 这不叫得下 好不容易把弓会打败 自己也这样 自己也成了情况来 自己也垂头上去 没有任何力量 虽然有的人做工 做一个工 服侍做工 好不容易做上工 现在就把自己的力量打下 自己也送到了很大的败 就这边 这不叫做工 如果是我们从神这里领受了 你去做工 你会发现 神会给你恶 会给你恩到 面对任何风浪 环境 挑战 你都会有神给你的 全部进到的神 阿们 所以 所以 丢几位 成就了一切 还能战略得住 也就是说 我不但 怎样 胜过了 一切仇敌 对不对 一切的环境 问题 风浪 胜过了 我还要怎样 仇敌失败了 逃跑了 仇敌被打败了 问题被剪除了 环境被剪除了 风浪被平静了 疾病被赶过去了 魔鬼被剪除了 我健康强壮 充满 喜悦平安的活着 我健康强壮的活着 我充满 喜乐的活着 充满 平安的活着 充满 活力的活着 你看 在你那里面 第一位 所以这就是怎样 这就是让 基督的得胜 在我们的身后中 当全球 不是很简单的 讲一句话 耶稣已经得胜了 我们也得胜了 你就得胜了 你看到很多人 虽然 耶稣得胜了 他也说我也得胜了 但是他并没有得胜了 你看他的思想层面上 还是接触负面 思想意念 话于层面上 还是说着 各种各样的失败的 软弱的 负面的 病罪的话 有个身体层面上 还是被疾病 找找攻击 各方面呢 还是一个问题 各种各样的 夹制 这就是 不能让 耶稣得胜 我们也得胜 成为一个口号 成为一个口图 第二姐妹 我们要深入地认识到 耶稣得胜 我也得胜 并且要让他 透过神给我们的 全球精装 全球在我们身上 这是今天晚上 我们要进入的领域 非常的重要 所以要怎样 所以我们就要穿戴 神所赐的 全球精装 阿弥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穿戴 神所赐的 全球精装 你就跟耶稣一样 你就跟基督一样 魔鬼当时 怎样看见的 耶稣基督 穿戴的全球精装 他试探 搅扰 攻击 耶稣 通通都不是 第二姐妹 今天你也参戴了 神所赐的 全球精装 魔鬼 看见你 就像看见 耶稣一样 魔鬼看见你 就像看见 基督一样 他就会害怕 他就会 脱跑 他就会 战断掉 就会 恐惧 战斤的 离开你 魔鬼最害怕的是谁 你要记住 魔鬼根本不会害怕 任何人 魔鬼 最害怕的 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 你这个 穿戴神所赐的 全球精装 阿妹 才会让 火鬼才大 让他 胆 让他 恐惧 战斤的离开 打个比方 你看 你先看电影 书上 小孩子 看那个电影 这个啥 这个叫 这个叫什么呀 你现在看电影 很有意思的 那个美国大新 这个 蝙蝠侠 还有什么 织布侠 对不对 那本来就是 身材 非常的矮小 很小的一个人 当他 他让 巨大的 这个 衣服 光柜 看起来的时候 你看他这样 那就 瞬间变成 大英雄 飞烟走壁 是不是 还得有 无穷的力量 然后 飞烟走壁 高大威武 所以让 平常的人 让一般其他的人 都怎样 我以而身为 统治便进 弟兄姐妹 所以 当我们穿上 基督 全副 之中 魔鬼就 看见的 就不是你 魔鬼 看见的 就是基督 魔鬼就 看不到你 人的 人的 层面上 你人的 情况 魔鬼 看见的 全都是 基督的 公义 圣洁 全力 能力 更高 和得色 哈利 耶路 就像一个 小小的孩子 穿戴 全副 穿戴着 蜘蛛侠 蝙蝠侠 这样的武装 的时候 瞬间变得 高大威风 弟兄姐妹 作为神的 儿女 从我们人的 财园上的 角度来讲 我们跟世人 没什么区别 但是 当我们 信的 遗书 我们穿戴 神所持的 全副 军装 的时候 我们就 不一样了 世人解决不了 罪与的问题 解决不了 疾病的问题 死亡的问题 没办法 胜过魔鬼 为什么 因为对魔鬼来讲 他们就是食物 就是被天安城 之所压制的 所偷弃 伤害 伪害的对象 但是 我们不是 全世界都握在 各种的手上 是不是 当我们 不是这个世界 我们是基督啊 我们是天国 所以亲爱的 弟兄兄弟 我们穿戴 神所持的 全副军装 魔鬼看见你 就看见你 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地来分享 所以要占领的 跟我说 占领的 是不是 站稳之前 你说怎样 你是坐稳的 怎么坐稳的 以赴苏的二章的目击说 我们是基督 一同坐 一同坐在天上 对不起没 这是第一个方面上 是坐稳的 第一个方面 这是坐稳的 第二个方面是怎样 第二个方面是 穿戴神所持的 全国阵状 是站稳的 你正先坐稳的 你才能站稳 第三个方面是怎样 第三方面 当你在这条书里的 真战的程度 你怎样 你得胜了 所以首先第一个方面的 坐稳呢 它是与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身份有关系 而这个生命地位和身份 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 基督为我们受死 埋葬复活 我们信他 我们与他一同定次生下 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 已经在哪 已经是基督完全一致的了 已经活在基督里了 我们 与你之间的距离相当 十万把钱里 你是远超过一些 治人的 掌权的 有人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好吧 与你之间的距离相当 与你之间的距离相当 所以这里说我们要站稳 用接着就开始进入到什么 接着就开始进入到 全副进入 这些领域的 首先第一是怎样 用真理当作带子书药 与你呗 这里你看啊 我们先读一下 用真理当作带子书药 用公义当作呼吸进哲求 又用平安的呼吸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性格当作腾胎 可以跃进那 恶者一气的火箭 并带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力的宝剑 就是因为全副军状 从头到脚 是不是 阿们 从前 后面没有 为啥后面没有 也就是说 这场战争当中 天长 你只能得胜 只能向前 把罗教人用这个 罗马军队 这些军人 罗马的兵兵 这样一个武装的 从头到脚 这个武装 才这样 来用妖术金属 来说神儿女 我们从头到脚 就是 从前面 后面没有 也就是这场战争当中 我们真的前进 真的得胜 不能这样 不能 赶过来 向后 不能作敌 作敌 你背上没有防护力量 你作敌的话 你说 我软弱了 我退后了 我不信了 那个就是 被仇敌 努力和攻击 被仇敌 所攻击 所以这位姐妹 你看 这里的全副军装 一共有几样 真是你当作戴在 手摇 腰上 公义当作呼吸心 折行 全部 之上 然后呢 提安 福音 当作预备 择禄的鞋 穿在脚上 脚上 三样了 然后 性格当作 天才 秘境 或者 手上 戴上 救恩的头盔 是不是 头上 有些人 看到没有 哪个圣灵的宝剑 也就是说 一共是六样 六样 然后这六样呢 有一样是攻击性武器 就是 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宝 其他五样 全部都是防御性的武器 防御性武器 这五样防御性武器 可以导致你 不会受到 任何的伤害 第一个认识 可是在 作战的当中 你不是光反手啊 你光反手 你是没办法冲剑的 还要怎样 还要攻击 是不是 还要 上前 还要 进攻 所以 反手 守到一个地步 不会受到 一丝伤害 攻击 攻击到一个地步 这五部分 弟兄姐妹 这里我们看到的 表面下看到的是六样 其实是七样 还有一样是怎样的 还有一样是 在圣灵里祷告 靠着圣灵 对不对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 多方祷告 以为我祈求 使我第一个口才能一放的 他就讲明 福音的奥秘 并为这 福音的奥秘 做了代缩链的使用 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身 放在家里 听不懂 这一样 圣灵里祷告 可以 可以天之为 火力之灵 火力之灵 现在打荡 是不是 一打荡就这样 然后呼叫呼叫 动药动药 然后飞机就这样 就过来 过来 干什么 轰炸 这一样轰炸 所以这就是怎样 福音的祷告 是很强 不上 弟兄姐妹 这是远程呼叫 火力之人 所以东方祷告祈求 神明就这样 这能力而言出去 所以一共是怎样 一共是七样 就七样的 全户之章 可以使神的耳鱼 第一 在守的方言上 不会受到一丝伤害 第二 在进攻的方言上 你能够独身 第三 在与弟兄姐妹 合作的方言上 会有火力之源 互相帮助 所以你不是 够铁心的 你是这样 传地作战 军团作战 火力之人 阿们 好了 弟兄姐妹 所以这七样 全部军团 非常强大 万能我们就要这样 我们就要 每一样的 进到这些领域当中 看看到底 什么是真理的腰带 什么是公义不信心 什么是 这个 平安的风险 什么是性质的笨蛋 什么是机会的合并 什么是圣灵的保健 什么是靠着 圣灵这些地方 报告几句 因为你知道 有一种教导 是不是 有的讲话 你去那文强 去个一些地方服侍 和客人一起去 来说去温州山里面 去服侍 山东那边的牧师 他们跟我联系 然后我就带我 我们一起 然后就 我是坐车到温州 他们是直接 从那边坐到温州 然后就在温州见面 一起到山东服侍 当你服侍是干嘛 那时候我还 我还小 现在也不老 是不是 相比现在来讲 那时候 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们都是 这个牧师级别 大师级别的 我是一个年轻的 传道人 他们带着我 宿舍去 不去到那个山里面 然后有一个弟兄 他是谁呀 我是龙的 我们去 牧师带着我们去 宿舍来 当时啊 我们去了以后 然后这个牧师就 就在干 他就跟我说 今天我们要来 我们要把 穿戴神所赐的 全国军方 要怎样 要把这个 这个人身上的 这个耳朵 为感情 然后 弟兄姐妹 刚才是 我听他讲了 他怎样讲了 听他 这种教导是这样的 他们每天早上 一起来 对着镜子 然后怎么说 然后说 哎呀 我要穿戴 神所赐的 全国军方 然后 把真理的腰带 拉过来 扎上 扣上 穿戴 把带着真理的腰带 这样 束在腰上 然后呢 公益的呼吸金 放在哪里 放在心口上 公益的呼吸金 穿好 接着这样 扶一根鞋子 扁扶一根鞋子 来 穿在腰上 也穿在腰上 然后呢 把这个 信任的腰带 拉在手上 然后这样 把军方的头 可以带在头上 拿着十年的保健 然后这样 出发 行行就 起来忙的 这样 出发了 所以弟兄姐妹 这种教导是这样 这种教导就是 每天早上起来 都要把这些 全国军方 看看谁 早上起来 都要穿 那这么一件事 晚上的时候 他脱下来 晚上脱下来 所以早上要穿起来 天天都要穿 哪一天 要是忘记穿的 哪一天早上起来 要是忘记穿的 或者是这几样 这一共行六样 其实是七样 他好多人就搞六样 或者少摊的一样 少摊的两样 少摊的一样 然后这一天 肯定会出事 一出事 他就会在那里反映 在那里 哎呦 我是不是少摊的一样 武装呢 然后在那里想 所以弟兄姐妹 这种教导 就让天天活在 呆进去 身旁 身旁 哪一天 没有看待 这个前步就搞 又身旁 哪一天 前步就让你穿好 所以在他穿好了以后 每天早上起来 都练穿的 当穿好了以后 怎样 出去服饰的时候 你知道吗 当他出去服饰的时候 要开始赶回 要开始打荡的时候 现在我开始打荡 我已经穿戴了 神族式的天空 对你的腰带 这个 是不是 公益的复兴去 天的复兴去 心得都对来 救人的头 被士兵的宝剑 都算好 都算好 他说还是大大 然后那个摩世 就开始打荡 他先说 现在 开始完了 士兵的宝剑 士兵的宝剑 下 士兵的宝剑 干蛋 士兵的宝剑 太干风味 士兵的宝剑 太冷漏了 士兵的宝剑 太安心了 士兵的宝剑 现在太冷漏了 然后就这样 后面就说 其他的比如说了 就得到那样 挥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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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又一杯 就用士兵的宝剑 不但说 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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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了半天 然后我就在边边看了 我当时 反正也 基本上都搞不懂 我就看了 怎么用士兵的宝剑 砍弹 到底砍弹为何 结果后来 我发现 他搞了半天 就砍了将近八小时 将近一小时 怎么样 到最后 一砍 这个人 还是能砍 所以这个耳龙的鬼是这样 还没砍弹 还没赶出去 这时候 接下来该怎么办 所以砍弹 用士兵的宝剑 砍弹 全副武装不穿齐了 士兵的宝剑 都砍了半天 没砍弹 最后 随便没有砍弹 最后就开始找这个人的问题 然后就感觉不到 罪又没有人情 这些耳龙嘛 听不懂了 又不能到他所长 他就问他 从小到大的罪名人情 然后他爸妈说 哎呀 这孩子又听不见 你叫他讲个人情 死了 好 把别人 到位都没到了 他接着说 家里有没有什么偶像 然后他爸说 偶像都新耶稣的时候 都撕掉了 然后两个牧师说 那不行 还得再检查检查 每一个房间 都得检查 团体都不能放过 柜子里面 各二里面 所有的地方 全都要集进 都要检查 然后父母就说 我带你去检查吧 然后这两个就是这样 上后去了 我又在楼下 dram 然后我没上去 然后又在楼下 然后我就 就跟他父母在聊天 我就了解他们的情况 这两个就是 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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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Mex CIA USDA 整那两个,整那两个这么大,这么长的,对他们一讲,就是那种有龙的瓷器,他说这就是龙虾,这上面有龙,这就是魔鬼,必须把这个扔掉。 然后他那个妈妈就把他说,哎呦,这个不能用,这个是宝贝,你下含的,什么宝贝,这就是魔鬼,为什么你儿子龙呢,就是因为有这种魔鬼在这里,所以他爸爸就没办法随后起来,后来把这个碰碰碰就砸破了,好,认罪,砸我相,错我相,接近,破除,所有切都赶了,最后怎么样,最后还是没有把鬼赶,还是龙的, 所以到最后就怎么办,就是,我们到这儿的功已经做好了,已经都已经完工了,医治不医治,是神的事,他这个今天还没医治,这个可能是神,医治的时间还没有到,你们要继续的认定,继续的回改,我们要,下面有个地方要做功了,我们时间已经安排好了,走了,拜拜 咦,他们走了,我后来还有些,不记得,因为我就是,我很久现在我继续的陪这个年轻的地方,然后我就很多的时候跟他交,跟他交,先把他清楚,我还是跟他交, 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在精力上面开启,权柄啊,恩高啊,能力上面开启,我其实心中有这个感动,我记得当时我还拍了那两天左右的视频,后来我就这样,后来我就回去了啊, 嗯,透过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就谈到一件事,很多人把这个,这个军装,首领的武装啊,就当成一个怎样,当成一个穿戴,啊,当成一个穿戴,所以每一天都要穿,是不是,一共有几样呢,他都要先,必须把它记得清清楚,万一哪一天没穿,或者是少穿的一样,就这样,很麻烦了, 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这样穿戴,神主寺的全国军装,每一天都在那里穿,让我给你分享,根本没有负责,为什么,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不明白这里面,属灵人意,每一样的军装,它里面是有强大的属灵真理的, 强大的属灵意义的,你不明白这里面,属灵的意义,你每天在那儿穿,有什么用,按照的钱,穿戴,穿着真理的腰带,什么是真理,戴上故意乎信件,什么是故意,穿着心烟飞的鞋,什么是平安的飞,戴上旧乐和灰,什么是旧乐和灰, 哪种性格的灰,什么是性格的灰,哪种性格的灰,哪种性格的宝剑,什么是性格的宝剑,你看,第一,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天安的飞,什么是性格的灰,什么是旧乐和灰,什么是性格的宝剑,你不知道是什么,第二,你不知道怎么用, 你看,你又不知道是什么,你不知道他的属里的亮光,属里的含义,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光灰有没有,你刚才说,啊,我灰上了,我灰上了,我早上每天早上灰上了,在打仗的时候,然后就说,莫非真正,我有真理的腰带,我有公义的灰金,我有性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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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灰金, 提到你们,让我告诉你们,我 阿们 他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全都对不对 这一共有七样 是不是 刚才我已经分享了 一共有七样 不是另一样 是七样 还有圣经的祷告 所以一共是七样 五样是防御性的 就是保护你的 防御 敌打 敌人的攻击的 五样 防御的方向就五样 你看那仇敌的搅扰攻击 你不懂得用防御来抵挡的话 你都被它伤 今天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面对仇敌的搅扰 攻击 疾病 问题 症状 负面的思想 意念 谎言 苦毒 怨恨 嫉妒 纷争 这一切从仇敌来的攻击 它不懂得抵挡 不懂得抵挡 你不要说 我懂得抵挡疾病 你光懂得抵挡疾病 还不够 你还得懂得抵挡 负面的思想 意念 懂得抵挡 罪的思想 意念 抵挡谎言 抵挡 抵挡各种各样的环境 忧虑 担心 拒败 怀疑 不信 恐惧 所有的这些 一切从仇敌来的这些 你通通都要回抵挡 如何抵挡 你不抵挡 你晚上睡觉 睡不了 你不抵挡 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你都会想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都会做梦 所以防律性的武器有五样 就是教导我们可以怎样的抵挡 你是不被攻击的 你是不可战胜的 敌人一丝一毫也不能伤害你 除非你怎样 除非你把背 是不是 把后背也给人 好 你后腿 只要你是战匿 或者是前进 敌人都没有办法伤害你攻击 所以弟兄姐妹 防律性的有几样 有五样 那么攻击性的武器有怎样 有两样 是不是 所以这一种七样处理的武器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它的完美 它的完整 从头到头 从前 后面 所以它是一个完美的武装 完整的武装 保证你只要站立 这样你前进 你都会彰显出 基督的得胜 亲爱的 病情啊会出问题 你的脾气性格 会怎样 会有两个控制 会跟世人一样 甚至身体健康会出问题 婚姻会出问题 家庭会出问题 经济上会出问题 各种问题 各种挑战 其实都是仇理的攻击 甚至晚上睡觉 都出现问题 失灵 所以宝贵的 弟兄姐妹 全副武装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在每个领域当中 都会 出而逊 阿里路亚 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 好 在这场鼠里的征战当中 弟兄姐妹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 仇敌魔鬼 已经没有权柄 没有能力 其实 他是对基督徒来讲 是不能造成 一次伤害 那为什么魔鬼孩子伤害 为什么魔鬼孩子 攻击基督徒 欺骗能力 是因为他是说谎的 他是诡计的 他是诡计夺单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他用谎言来欺骗 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魔鬼 他的谎言是欺骗人偷窃的 他并不是一个符号 也不是上人 你看他这古董上的一个文明 他不是魔鬼 知道吗 衣服上面有个骷髅头 他不是魔鬼 脚上 鞋子上有一个 这个什么 蛇 或者是鞋子 他不是魔鬼 所以任何的符号象征 并不是魔鬼 任何的物质也好 这些它并不是魔鬼 魔鬼是熟灵的 魔鬼是灵体 他是一个谎言 思想 透过思想意见 用鞋子 透过谎言 欺骗 跟别人 另外呢 魔鬼 他并不能处处地攻击你 魔鬼没有这么打到的命 弟兄姐妹 他不能处处交让你攻击你 很多的时候 他就先试探 他是先欺骗 先把谎言 欺骗 放在里面 但你接受了以后 他才会攻击 你不接受 你提挡 魔鬼都没用 连机会都不给魔鬼 不给魔鬼留地图 是不是 弟兄姐妹 他就没办法交让你攻击 阿们 所以这些 就会涉及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作为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真理 阿们 一定要认识到真理 在最上属于的真理当中 弟兄姐妹 其实仇敌是怎样 是说话 他是没有能力的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 交让你攻击你的 那怎样 他才能交让攻击你呢 听到了 弟兄姐妹 他只能透过你说话 换一句话 换一句话 魔鬼其实他不知道 耶稣会定十字架 不知道耶稣埋葬 不知道耶稣什么死活 没什么 因为如果他知道 耶稣定十字架 第三天他会复活 他是不可能 把耶稣定十字架 这就说明一件事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很多的世界 他是不知道 耶稣给门徒讲了三次 门徒都提不明白 是不是 门徒的忧众都担心 那魔鬼呢 这明天是魔鬼 不是无处不在 魔鬼不是处处攻击 不是什么都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就不知道 耶稣定十字架 埋葬 他要复活 如果他知道 耶稣会复活 他肯定不会 把耶稣定十字架 他肯定不会 欺骗人 蒙蔽人 诱惑人 是不是 巧合人 让人把耶稣定十字架 所以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耶稣会复活 弟兄姐妹 所有的家人的天照 其实他也不知道 你啊 你明白吗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你将来要做什么 那么 他也不知道 你到底 是怎样的 当先复证得神 弟兄姐妹 他怎么办 听着 他就是透过 你的思想 你的说话 他会把一些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意念 放到你的脑海里 放到你心里面 看你接受不接受 听着 如果你是听 听正确教导的 我不能把神经历听 神经历的教导 所以说 你是听正确教导的 听正确教导的人 你就开始懂得分辨 所有的思想 意念 信息 话语 道 道理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什么里来的 还是从魔鬼来的 你懂得分辨 阿们 当你懂得分辨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 接受 或者不接受 不接受 你就会抵挡 接受的话 你就会说成 第二个人来听到 魔鬼其实也不知道你的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不知道你接下来 你该怎么生活 怎么行动 怎么做 但是他如何 来知道 就是透过 把错误的思想意念 放到你里面 然后呢 透过你说话 看你选择不选择 接受不接受 如果你选择 接受他 放进来的思想意念 然后顺着 他其实给你的思想意念 去说话 去行动的话 魔鬼就会判断出 你接下来做什么 现在就这些 从某种角度来讲 魔鬼你是拿个本子的 拿个本子 拿个笔 天天在记着 天天在听一听 看你在讲什么 根据你讲的话 来判断你 明不明白真理 根据你讲的话 来判断你 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根据你讲的话 他来判断你 明不明白自己有什么 根据你讲的话 来判断你 你明不明白 你在做什么 各位姐妹 所以你要小心你的说法 小心说话 好好说话 不给魔鬼有理 魔鬼是不想让你 听到神的话的 不想让你听到 真理的教导 为什么 把真理当作 带子疏药 定解那 真理为什么 当作带子疏药 你看那举重运动员吗 举重的运动员 这腰上 都有一个带子的 那个带子 打在他的腰上 把他举重 把这个拉下来的时候 他靠什么法力 他是靠腰法力 所以他带着束腰 会使他的腰部 力量更加容易 发挥过来 然后他就会这样 把这个钢银给举起来 所以 腰上束带子的话 会使他有力量 腰上束带子 会使他怎样 力量爆发 同样的 你看到在战场中 打仗的军人 就是 前复武装的军人 上面头上带着头 给身上盘着 上面盘着这个 这个上面 这个军装 下面也是军裤 是不是腰上又怎样 腰上会有武装带 腰带挺起来 所以武装的腰带 他上面打仗怎样 他才能够怎样 以上面和下面 才能连贯 这是武器光备 有的包括手枪子弹 什么钱的东西 都放在哪里 放在腰上 对不对 所以他上阵场打仗 他才有力量 你看到哪个师兵 上阵场打仗 打的哪的怎样 把腰带弹掉了 是不是 这腰带弹掉了 那空子就怎样 就往下掉了 是不是 然后武器都怎样 子弹 什么的手枪 其实他的东西都掉下来了 然后呢 师兵这样 腰带弹掉了 一边提着裤子 一边打 一边 冲 一边提着裤子 一边往前冲 你说他能打得赢吗 一边提着裤子 一边往前冲 一边提着裤子 一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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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裤子都会把他扳倒 是不是 所以当他失去这个腰带 他就失去力量 失去腰带 他的上身和下身 这些装备就怎样 就会失衡 就会失去裤子 上身和下身就没办法连贯 那么他又怎样 他就没办法打仗 所以这个全头武装 首先你发现 他是怎样 他是真理的带子 阿们 真理的带子 太医学的经文 约翰文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 好 约翰文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妇魔鬼 你们妇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是有真理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怎样 因为他心 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书 天使们 你看到没有 魔鬼是怎样 魔鬼是说谎的 魔鬼没有真理 魔鬼没有真理 所以他是用谎言欺骗世界 用谎言狭制世界 狭制人类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每一个神的儿女 要用真理当作带子 书要 为什么呢 因为真理可以顺落荒野 真理会使你有力量 真理会使你增加力量 会使你里面 爆发 阿们 所以耶稣这里讲到 耶稣福音八章三十二经说 你们必须晓得真理 真理 必须教你们得自由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晓得真理 当我们晓得真理的话 真理就是我们得自由 所以你想从罪里面得自由吗 你必须晓得设罪的真理 阿们 弟兄姐妹 你要从疾病里面得自由吗 你必须晓得一致的真理 你要从一切成立的谎言里面得自由吗 你必须晓得全面全卑的真理 从平衡咒诅里面得自由 晓得神祝福的真理 从一切失眠的忧虑的恶梦的 一些负面的骄扰里面得自由吗 你必须晓得神赐给你的这些喜乐平安 这些住属的真理 祂用你同在保护的真理 所以晓得真理就得自由 阿们 为什么 因为真理会增加你的信心 真理会使你喜乐 真理会使你有平安 真理是会你有力量 真理是帮助你 胜过无贵的 真理是不谎言 真理就是光 当真理的光来到 一些黑暗的负面的这一切的 仇烦的这些乌云 全都被真理的光去散 全都被真理的光去散 所以第五十年论 某个鬼他就是想要怎样 想拦住你不听真理的道 对于基督徒来讲 对于非基督徒来讲 他就是想拦住非基督徒 不听福音 不接受耶稣基督 就要救助 拦住他就要救助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 他就想拦住你 不听那些真理的恩典真理的道 全被真理的道 基督心道的道 当他拦住你不听这些道 他就会怎样 虽然你基督徒方面上 已经得救了 你现在也有灵魂 灵重生的灵魂得救 但是在师父的其他方面上 你不明白这些真理的 头里就可以欺骗猛逼亚 所以你在世界上活着 就被他交流 就活在软弱时代的路 但这段话呢 第一个姐妹 你就没办法完成基督给你的使命 但你没有办法完成基督给你的使命 你在天堂里面 是得不到永远的赏赐 永远的荣耀 你是仅仅得救而已 所以这边很多的草木合约的工人 就是仅仅得救 仅仅得救 被活给人 就这样 就消耗了 所以 所以今天 帮我们怎样 帮我们信的耶稣 帮我们来个教会 我们作为什么而已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样 接受全对真理的教导 阿伦 接受全对真理的教导 那今天晚上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大概就要分享到这里 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些全被真理的教导 来丢进来 那么撒旦魔鬼就不能再用皇上欺骗你了 他就不能再教导你了 阿伦 因为你是不是应该真理的 应该真理的 所以我们应该会继续地分享 属于的 属于的争战 今天晚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不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第一句话 当我们今天晚上分享到这里呢 我们要看到 进入到全户军装 这个领域当中 全户的军装是多么的重要 当你穿戴神所赐的全户军装 魔鬼见到你就是见到耶稣 而且全部军装 他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从前面 就是这些 他都是全方面的 对我们的是保护 有五样的是保护 两样的是怎样 是进入进入器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全户军装 不是每一天看一下 而是怎样 真的明白 每一样军装 它是什么 它属于的含义是什么 对不对 每一样军装 它到底能做什么 怎么保护我们 我们怎么使用 但我们进入到 这些真理的领域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在属于的真战当中 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 灵界的民族 懂得这些属于的真理 哈利路亚 能够胜过一些 出离的谎言 今天晚上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弟兄姐妹 全赐福 所有的家人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信守 明白真理 明白真理 真理会增加我们的力量 所以当你听到真理的道 你会有信心 你会有力量 你会胜过头 如果你不是 真理的道 你就会软弱 你就会感到羞慧 你就会被病毒 就会把你里面的 情恶给偷跑了 平安给偷跑了 你就会把你丢头 让肉和聚散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得救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教会 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就要明白 这些真理 当我们接受真理 明白这些真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就会流胜 就会夺出基督的活力 每一天都会充满信心 都会充满力量 Alleluia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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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ion 今天来看我们 小 Мос Home 来自全会生理了 这些真理 全都是真理 全背的真理 我没讲解 全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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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